好一點啦 分數在我手上喔 好啦,所以先character save 選到那個嘛,對不對 character save 先選 然後再來呢,先抓那個兩隻腳交錯的時間點 這邊可能是第八、第九個左右 我這邊抓第八個 然後呢,我現在選到 這個剛剛後腳往前的時候 我們現在呢,就是選到這個控制器 稍微調它的 什麼 translate Y 給它一個數值是 現在是1.1.5 切到這個角度好了 太高了 這邊調低一點 這樣好了 然後稍微做一點旋轉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這應該還要再拉高一點喔 太低了 好 可以 可以 所以這邊呢,先給它一個key喔 這就是translate Y 跟 Rotate X 這邊給它30好了 translate Y 給它一個1.1.6好了 OK 1.6好像太高了 1.5好了 好,這兩個呢,我給它一個key喔 好,這兩個呢,我給它一個key喔 key select 好,這邊5跟30 所以這邊呢,大概抓 它還沒有回來喔 它還沒有回來喔 好,這裡出問題了 這個地方是不是應該規定 第15格的時候應該要規定喔 Rotate X規定 這邊呢,key select 這邊呢,key select 這個也給它一個key好了 key select 這腳為什麼擺咧 heel rotate X呢,應該是另外一個數字 我們這邊看應該是這樣子吧 等一下 heel rotate X 誒,怎麼會卡住不會動喔 誒,怎麼會卡住不會動喔 誒,奇怪誒 誒,為什麼又正常 好,這邊呢,我再拉 好,這邊呢,我們先看一下 右腳 這邊呢,bow rotate 這邊我要看這個 右Rotate X是負 所以第15格的時候 這個沒有錯 對,這沒有錯 ok,好 第30格的時候,我檢查一下 我現在檢查到heel rotate X 也是負5 這個沒有錯 好,現在檢查第8格 第8格 第8格沒有錯,ok 好,再來是第22格 第22格呢,這邊 現在就是另外一隻腳 這邊我剛剛抓的是差不多1.5 再來是heel rotate X 再來是heel rotate X 這個地方 不對,不是heel rotate X 應該是rotate X 這邊要跳 這邊我好像是抓3.4 是不是 沒有忘記了 這邊的key select 又來了 好,這邊呢,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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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te X 這邊是0 heel rotate X 這邊應該是4 欸,這邊有錯啊 next,rotate X 這邊是key select 等一下,我想起來了 這個要關掉 不然一直出問題 這個等一下你記得要關掉 因為這個 這個我記得好像上禮拜 我也是開了 然後就問題一大堆 ok,好 這樣對,好 那再來呢,就是要把那個 剛剛兩隻腿呢 在交錯的時候啊 的旋轉 跟抬高這個動作 要設 重複 所以呢 animation edit 裡面開graph edit 好,這邊呢,去找他的 translate Y 這邊要先選 然後去找他的 translate Y 他translate Y 應該這個要一直重複 所以呢 這邊是用 curve post infinity cycle 再來 是他的rotate X 好,這個也是做 post infinity cycle 再來是另外一隻腳 他的translate Y curve post infinity cycle 再來是 rotate X curve post infinity cycle 不然 現在又出現別的問題了 這個為什麼有的時候他會 會這樣子呢 好,所以現在呢 我看一下 這一段 好,這個地方 數值呢 也要把它設成rotate X 這次的音 key select 再來換這一隻腳 好,這邊呢 好,這邊呢 也是一樣 在第三十格的時候呢 這邊rotate X 應該是0 OK OK,正常了 好,等一下我們再去修他的curve喔 所以現在呢 主要是加兩組key 然後你要去讓他循環喔 哪兩組key呢 就是他在兩隻腳 從側邊看是在一條線上的時候 要設translate Y跟rotate X的key喔 然後再來你要讓他循環喔 所以第一組key大概是8 第8格左右 另外一組key是第22格左右 好,畫面先換給你喔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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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